电影拍半截钱不够了 这些鸡贼导演表示 活人还能让尿枪色 当年蝎子王2勇士崛起在拍摄结尾 这男主和反派变化的巨型魔蝎战斗的重头戏份时 钱不够了 因为这片本质上是一部纯歌粉丝韭才的续作 制作成本少得可怜 面对需要大型CG特效的战斗场面 导演灵机一动 谁说小成本就拍不了魔幻大片了 我把这巨型魔蝎设定成隐形了不就完了 然后这个战斗场面的效果基本就是 魔蝎仅以非常潦草的阴影或半透明状态闪现几下 剩下的就是男主在那满地打滚配衣小型爆破场面 以展现隐形魔蝎的破坏力脑洞是挺大 但效果嘛他们稀烂的 知识点补充 钱不够了就让反派隐形并不是这篇首创的 早在70年代的蝙蝠侠剧集中这招就出现过 话说那是在第三季 反派嫌恶博士把蝙蝠侠的六大宿敌都聚齐了 但由于该剧没有预算上演一场精心设计的打斗场面 甚至都没有聘请任何原版演员 所以就在打斗即将开始时 博士一回手给几方团队隐形了 观众就只能看到蝙蝠侠他们撒在那各种虚空所敌空放大招啊 但问题是这么拍还得花钱呢 怎么能更省呢 导演灵机一动给我把灯关了 这下观众连空放大招都看不着了 眼前就是一片黑屏配上冰光的打斗绳 外加时不时蹦出的女生花字啊 当年蝙蝠侠剧组的省钱骚招还不止这一个 比如原版人马在拍摄大电影的时候 蝙蝠侠和罗宾被困在浮标上 手里的反鱼雷装置已经没电了 面对反派团队射来的这枚鱼雷 他俩要怎么逃脱困惊呢 你期待的是不是那种经典的最后一秒救援桥段 就是在即将嗝屁时蝙蝠侠大显身为绝境逆转 再配合上惊心动魄的爆炸场面 好莱坞不都这么拍吗 但是请别忘了 这剧组缺钱呢 导演选择的表现手段是 镜头给到小丑团队来个爆炸的话外音 然后蝙蝠侠驾船逃离 是一点大场面都没有啊 至于他俩是怎么躲过鱼雷的呢 请看如下对话 天呐蝙蝠侠那海豚真是太高尚了 没错罗宾 他牺牲自己替我们挡住了鱼雷 不是我说 这剧情是不是多少沾点没活应整了 拍到结尾高潮戏份时手里没钱了 其实还有一种更扯的选择 那就是我他妈直接不拍了 比如2010年的科幻战胆片天际浩劫 这篇制作成本1000万美元 其中950万都拿去做特效了 但到了最高潮的部分 就是女主丈夫变成外星人后 深入敌潮救出妻子 即将与反派展开一场最终决战时 那么预算还是花完了 大战的CG做不出来了 于是导演决定直接出字幕吧 然后用仅剩的预算 做了四五张男主爆锤反派的图片放了上去 啥大场面不大场面的 就这点糟钱 能把故事交代完就好不错了 比结尾放PPT更扯的 是1985年的电影雪寨 这篇讲的是退役男主 为惨死的女儿报仇 单挑黑老大 最后独闯龙坛 一发RPG给大豹子炸碎的故事 本来导演的设计是 男主在成功复仇后 还有一段他去警局自首的戏份 但拍到爆炸的时候 组里的钱就花没了 别说做PPT 买胶片租设备的钱都不够了 于是导演极为大胆的 选择了用出字幕的方式交代后续剧情 在黑老大碎掉之后 画面定格 然后跳出文字 写着男主在枪战后 向警方自首 目前正在服终身渐进 说到这补充一点啊 这个烂招好像还被国内给学会了呢 俄级俱乐部看过吗 结尾不是在一片爆炸中落下了帷幕吗 属于是个黑色结局 但是腾讯他们那播出的版本却是 删掉了结尾三分钟 然后跳出字幕 内容是 警察阻止了犯罪计划 并将主人公送进了精神病院 还有战争之王 男主逍遥法外的结局 也被他们用字幕改成了 男主承认了所有指控 被判处终身减禁 不是我说 你删减就算了 咋还在这儿玩上二创了呢 你